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 这天呀 来到了一片松林 只见林中有一处山坳 外面飘着一朵红云 里面亮着阵阵火光 十分特别 原来呀 这个地方叫火云洞 里头住着一名叫红孩儿的妖怪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 这红孩儿就动了要抓住唐僧的心思 他瞄准时机在师徒几人路过的地方 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娃娃 倒挂在树梢上 见唐僧朝自己走来 红孩儿特意挤出几滴眼泪 大喊师父救命 唐僧听见了 赶紧让八戒救下红孩儿 还让悟空一路背着 悟空啊 早就看出红孩儿是个妖怪 可还来不及出手呢 就中了他的圈套 瞧 红孩儿施法变出了个重重的假人 放在悟空背上 压得悟空倒在地上 站都站不起来 这时 红孩儿换来一阵狂风 趁机把唐僧卷回了火云洞 哎 好不容易从假人底下逃了出来 悟空赶紧叫来山神一问 才知道 这小妖怪原来是自己当年的结拜兄弟 牛魔王的儿子 他让八戒和沙松守着行礼 自己飞到了红孩儿的住处 只见悟空站在洞府外 大喊道 红孩儿 俺老孙可是你爹牛魔王的兄弟 快放了我 师父 不一会儿 洞府门就打开了 红孩儿穿着火红色的披风 拿着一杆杖八长的火箭枪 微风凛凛地走了出来 后面还跟着几个小妖 悟空瞧见 嬉笑说道 好之二 真听话 红孩儿把枪往地上一插 插腰说道 呸 谁是你之二 说完 他就从嘴里喷出了三昧真火 嘿 这三昧真火真是厉害 所到的地方都被烧得一干二净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不一会儿 红彤彤的火光就照亮了小半座山 烟雾四处弥漫 把悟空熏的呀 那就一个灰头土脸 看见悟空的倒霉样 红孩儿仰头大笑 随后就神气地带着小妖们回了洞府 可悟空哪会轻易认输啊 他想着 正面对抗不行 那就智取 就在悟空还在想办法的时候 他无意间得知 红孩儿要宴请牛魔王吃唐僧肉 诶 这牛魔王是悟空的结拜兄弟 悟空最熟悉不过 于是悟空灵机一动 变成牛魔王的模样 混入了火云洞里 红孩儿见父亲来了 一下子迎了上去 唧哩呱啦的说了一堆亲密的话 末了他还命人把蒸笼准备好 就等着把五花大绑的唐僧放进去 悟空一看 心里啊 急得不得了 表面上却装出镇静的样子 哎哟 我的好孩子 为父这几天刚好吃坏了肚子 咱们还是晚些再吃这唐僧肉吧 没想到这话却引起了红孩儿的怀疑 因为他的父亲啊 可是最爱吃肉了 他一双眼睛盯着悟空 左瞧瞧 右瞧瞧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红孩儿问起悟空自己的生日 悟空只好装作犯困的样子 直打哈欠 为父既不太轻了 去问你母亲吧 红孩儿听完立马大喊一声 来人啊 这是孙悟空加班的 快给我抓起来 说着 小妖们纷纷围了上来 拿出刀枪向悟空刺去 悟空用金箍棒一挡献出了圆形 笑嘻嘻地说 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呢 红孩儿听完气得脸都黑了 他抽出火箭枪向悟空狠狠地刺去 悟空赶紧化作一道金光 飞到南海向菩萨求救 菩萨听完后 让徒弟去托塔天王李静那儿 借来三十六把天纲刀 随后就和悟空飞到了火云洞的上空 菩萨将抓红孩儿的计划 简单地说了一遍 悟空听了 竖起大拇指直说妙 他双拳一握 向菩萨道了声多谢 转身飞向火云洞 只见悟空用金箍棒敲打洞门 还大声喊道 好儿子快开门快开门呀 红孩儿本来就气得没处发火 听手下来报 说孙悟空又来挑衅 端起枪就去迎击 悟空假装敌不过 就连连往后退 不一会儿啊 悟空就将红孩儿 引到菩萨面前 红孩儿拿起枪向菩萨自取 菩萨立马带入悟空 变成一道金光飞走 原地只留下一座千叶莲花台 红孩儿看他们逃走 心里得意极了 他见着莲花台有趣 便学着菩萨的样子 端坐到上面 谁知他刚一坐下 周围的花瓣 就变成带刺的尖刀 原来啊 这座莲花台 是菩萨用三十六把天罡刀 变成的 这天罡刀 刀身坚硬 刀刃锋利 把红孩儿困得牢牢的 红孩儿吓得 赶紧大声求饶 菩萨带着悟空 出现在他眼前 问他愿不愿意 当自己坐下的 善财童子 红孩儿连连点头 于是菩萨念了一个咒语 天罡刀 哗啦一下 就都掉了下来 不过呀 这刀子刚掉光 红孩儿就脸色一变 又拿起枪 向菩萨刺去 只见菩萨 淡定地掏出了五个金圈 一个套在红孩儿的头上 其余的 套住了他的手手脚脚 菩萨再隐隐重 这金圈 就勒得紧紧的 疼得红孩儿满地打滚 这下子 红孩儿终于服气了 他不再反抗 乖乖地跟在菩萨身边 悟空见状 赶忙去火云洞 救出师父 临走前啊 还不忘了一挥金箍棒 把火云洞给毁了 向菩萨好好道谢后 师父几人才又走上取经道路 啊 好了 大战红孩儿的故事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是皮皮的小讲堂时间 在这个故事里 李静虽然出场不多 但是功劳却不小呢 说起李静呀 大家更喜欢叫他托塔天王 那是因为 他的左手 常托着玲珑宝塔 不过呢 在最初的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李静生活在商朝 是商咒王手下的 陈堂官总兵 可他为人正直善良 见商咒王总是残害百姓 于是愤怒地辞去了官位 带着手下一起讨伐咒王 正因为这样 他最后啊 被封为了神仙 这位李天王武艺超群 不仅会使天罡刀 三叉戟六臣鞭 也是他的拿手兵器 在悟空几人西行的路上 他可是帮过不少的忙呢 哈哈好了 这一次啊 悟空他们好不容易 打败了红孩儿 那接下来 又会遇到 怎样的危机呢 我们下集再揭晓 拜拜